台東國的國家 講 從關理處 這條民眾兼記 說有被孫子的人 在這個吉萊北方 跟這個孫子上 更是被拚落的協商 經方調查發言 說這個男人 過去還在這個孫子上 賣協會不好的商品 這次是不是他做 要再調查 但在一百空九年十一月 時尊在吉萊北方 協本的商品的 男人在一百十年 讓南道地減速 沒有起訴刺訓 不過這段 他又傳一張 有正義性的商品 他手來拿的是 吉萊北方刷定 故事牌 那個有時候是 一般譬如說 政府要定位 或是說對遊客來講 是一個指標的一個作用 這樣拔起來的話 的確隨身有在加強 經方改立調查 這個女人是發完 說他離落到刷定時 故事牌就已經派去了 他只是拿來協商 讓人誤會 就把他拿起來拍照 我覺得大家是 有一些皮孩男生 都有這種行為 我覺得很正常 然後對他 我幹嘛去符合 社會大眾的觀感 太關注對新頂的 大部人的講話 很保留 說如果設計孫悔的意法出販 其實我們五月份 還有志工商的巡查 那時候都還好的 那他這個照片 很明顯是他破壞的 那這部分 我們帶領帶領 還會去收證 確認以後 就照相關規定來發出 嚴果有說 故事牌 在那六月水時 基礎已經 幾月都添水看現現了 所以到底是 誰人破壞 要去調查 太關注說 收入故事牌 費用差不多要做半 如果確定是 有人挑戰破壞 他要求賠償 技價總好不讀